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Ea 今天要玩點烏托邦起源 歡迎回到烏托邦起源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去找雲斑鷹鳥 然後我要在某一個點一直蹲點到它來為止 那我後製的時候當然會跳過等待的時間 因為 雲斑鷹鳥呢我先貼這張圖 這張圖上面就是 大陸所有雲斑鷹鳥會出現的 位置 然後 但是它是每六個小時刷新 一次 那刷出的會有三個點 那會在這 這圖片之中的 就是挑選三個點出現一次 雲斑鷹鳥是每六個小時 刷一次 那是隨機出現在這 這三 這 應該說隨機出現在這些坐標裡面 真的非常的累 然後也不知道等多久 因為目前大家都在抓 因為可以飛當然是很開心 那緊接著後續 烏托班又要加速那個 天空競技場的更新 所以就是 變得說大家第一次可以飛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不用在划船或者坐船或者 就是弄海上坐騎這樣 游過去用飛的 飛過大陸就是一個不一樣的風景 那好 那回到遊戲畫面呢 我們要先製作的就是 雲斑鷹鳥的飼料包 好雲斑鷹鳥的飼料怎麼製作呢 就是 鮑魚然後小麥飼料包跟辣椒飼料包 這三個加起來 那我們先製作一個 給大家看會出現什麼 就是這個 它就是雲斑鷹鳥飼料包 那記得喔 你在做飼料之前 你如果 它真的很不確定 它到底是不是的時候 或者你在做任何 任何 就是什麼啦 任何 食材的時候 你只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放上去 它出現這個看起來還不錯 值得一試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放上去 它什麼都沒有顯示的話 這就代表說 這個做出來一定是黑暗料理 那我們就先把 身上有的就是鮑魚全部做完吧 我超傻眼的 我剛才才發現我 就是從 做完那個飼料包之後 我就沒有開錄影了 我覺得 超尷尬的 然後我就在那邊一直講 一直講 講了好多 什麼都沒錄到喔 我就已經在飛行了 好 那我再講一下好了 就是我剛才已經做完就是飼料包了 然後呢 你沒看到我的戰船被收回來了 因為我7點沒有動它了啦 那 我飼料包有這麼多的原因是因為 我那時候其實在釣鮑魚之前啊 就有遇到一個玩家 他那個時候 應該說我已經在釣鮑魚了 然後他就過來 因為他有給我看他身上龍眼草啦 因為他有400多個 那他那個時候其實有 雲斑鷹鳥的飼料 但因為他找不到雲斑鷹鳥 因為那時候都被大家給 就是抓的非常多 應該說都被抓完了 所以他很難找 而且又在這麼多的點 他後來就放棄 然後他就把他的飼料包給我 其實我覺得蠻 就是 不好意思去收欸 因為我自己釣鮑魚的時候 我都覺得就花了很長的時間了 那他還把他這個給我 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雲斑鷹鳥呢 就是真的非常難遇啦 我們只能用 就是只能用蹲點 然後 看自己的性命值 有沒有辦法突破 要不然這樣真的太尷尬了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慢慢到達 我們的那個點了 快到達了 在飛越這些山峰 就可以到了 哇 怎麼那麼多人在收毒腳刷啊 是因為 很多進化股食嗎 然後你看 這裡已經有睡袋了 那因為是每個 六個小時刷一次 我們就以 有睡袋的狀態去 看一下好了 那他的每六個小時啊 我不知道是 是 是就是 會不會像那些 就是 植物一樣 就被採收之後 開始計算 六個小時 還是說他是 就是 按照我們 24個小時的進度 就是每六個小時刷一次 就不管哪一邊出現 他只要六個小時 就會再刷一次出現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算了 那 我想說就是12點 就凌晨 午夜12點 再來就是 早上六 六點吧 然後 再來就是 中午12點 跟 晚上6點 就這四次 累積的 24個小時 我就都上來 等看看 看我這個點 會不會出現 因為我看這個位置 也跟那個 座邊上面寫的很符合啊 我真的覺得 網路上的座標 可能是標錯 要不然就是 反正就多少會有誤差啦 那等到說 現在也快12點了 注意看現在11點47分 他有13分鐘 那我就 在這裡蹲守吧 好 現在已經12點了 但是這個位置 是沒有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選擇群島 然後 分上出 還是一個群島 就會有三個 兩到三個這樣子 我想要 來附近的某 我去換一下 就是 就是 枯谷山脈 不是枯谷山脈 就是落葉山脈啊 到那個 就是落葉山脈 這附近有四個點 我去那四個點 換看看好了 沒有就算了吧 真的是很難過 這已經是落葉山脈的 最後一個點了 也也沒有 看我只能慢慢等了 真的是慢慢等 好難過 老實說我在找的圖中 內心有一種 迷茫的一點 就是說 我明明就有 會飛的坐騎了 為什麼要 還要來抓 飛行坐騎 但內心又告訴自己說 你就是為了要拍片給 那些就是不知道怎麼抓的 就是玩家 告訴他們說 喔有抓到了 就給一個交代吧 我內心一直在這樣子 我覺得 我已經快放棄了 你知道嗎 但是覺得就是 對啦 我現在在拍片 我要 我也要把上一集這樣子 上一集抓 就是釣魚的 廢片 給他一個延續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 把釣魚跟抓 雲瓣硬鳥合在一起 但是我發現會等很久 所以我才會 就是 釣魚那一集就變得很像 不知道在幹嘛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什麼事情做 也不像之前拍片的時候 釣魚之後 我回去還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但是現在是回到家園之後 沒有什麼事情做了 所以就變成很快就結束 我回去原本那個位置吧 好 我覺得我要放棄了 我想要等那個 雲瓣鷹鳥 就是 沒有那麼多人 就是狩獵的時候 再去抓好了 現在真的是 就是 像當初劇員一樣 絕種 因為它就是 就是我講的 每六個小時 然後刷兩到三隻 然後分在不同的點 但是我蹲點在這個位置 我已經等了快四天了 都沒有看到我要的雲瓣鷹鳥 我就是會提前半個小時上來看 而且我上次上來的時候 應該說前天上線 然後看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人 就是這樣子 在那個位置 就是 因為他用睡袋 他用睡袋傳送 他在那個 藍熊那個位置 就是死掉 然後傳送離開 我想說 難道是 鷹鳥被他給抓走了嗎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5點45分上線 就是晚了15分鐘 但是他前後半個小時 會刷出一次 所以我不確定 他 是有被他抓走 還是什麼的 那我就放棄了啦 就是 反正至少這一集 有給大家知道 飼料 然後我拖了這麼久 才發布影片 等這個 真的等得很久 我真的覺得 目前來講 很難抓 飛行坐騎 因為大家都想飛起來 所以就非常尷尬 好吧 那我也只能這樣子了 因為 目前來講 就沒有找到 也沒有等到 那我只好先 就放棄了吧 好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我的動態 就幫我按個訂閱喔 那記得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在我發布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到消息了 那我是阿歇亞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